这个设定的部分就是 Interpret 这个地方设定 那这个 PIDIF 实际上就是一个外挂 这个外挂也是本来不存在 但是我已经在懒人包已经帮各位安装了 其实我做懒人包里面做最重要的就是 帮各位装了这个 PIDIF 的一个外挂 让它可以在 Eclipse 里面写 Python 的程式 那这个 Eclipse 这个环境 第一个 它也是一个自由的软体 也就是它没有费用问题 第二个的话 它可以拿来写很多程式语言 而且已经是非常老牌 非常资深 非常好用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会选它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环境非常的好用 OK 而且非常成熟 没什么问题 再来它没有费用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 第一个 刚刚的设定 你先设定这个 你先设定 这个地方确定之后的话 第二个的话 我们就是在建立专案 那专案你会发现 新的时候它预设是写 Java 的专案 也就是这个环境 是真的可以拿来写 Java 不过我们主要并不是写 Java 而是要找到 Other 因为我们是有点像借壳上市 或者借它的环境 来写 Python 层次 那怎么写 New 特别注意 请你选择 Other 那如果我要写的是 Python 特别注意 外包在这里 PiDiv 所以请各位特别注意 待会 New 请你选 Other 之后 那以后 你只要建一个PiDiv 的 Project 这就是 Python 的专案就可以 那以后特别注意 建专案 只要建一次就好了 也就是说以后 你不用没事一直建专案 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在专案底下写程式的单位 最小单位就是模组 所以以后 我们要写一个程式的话 你就New 一个新的 Module 就可以了 在专案底下建一个 Module 所以第一部分 我们先建一个专案 专案特别注意 一定是PiDiv 底下的PiDiv Project 叫Unnet 第二个的话 我们的专案名称叫什么 如果你想不到的话 你打个 Test 假设我这个是要测试用的 然后 底下的设定部分的话 也许我就把版本 他问你说 你这个 Python 的版本 到底要哪个版本是比较好的 我们要 3.7 好不好 然后再来的话 底下 这个名称打一下 3.7 那再来的话 他问你说 你要不要 Add 专案的资料夹 到根木屋 OK 当然要了 我是建议你干脆选下面这个 Create 一个 SRC SRC 就是等于是一个 Source 的简称 就是原始码的一个资料夹 那你会想说 增加这个资料夹干嘛 以后的话 我们就把模组通通放在 SRC 里面就可以了 OK 所以就可以去哦 待会的话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new 一个 这个所谓的PiDiv Project 然后名称打上去 版本打上去 版本选了 然后再选这个 Create 这个SRC 的 Further OK 然后 Finish 就可以了 这样子 大概啦 几个步骤 我们就已经建了一个新的专案 那专案名称的话 也许叫做 Test 或者其他名称都可以 Finish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它会跳这个 我们就按 No 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帮我产生的一个专案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我就产生了一个 Python 的专案 名称叫 Test 底下的话呢 会多一个资料夹 叫做 SRC 那如果我要写程式的话 特别是哦 以后呢 这个动作做完之后 以后如果你要新增一个 新的程式的话 以后一律呢 在 SRC 上按右键 它会出现一个 New New 之后你就 Other 或者当然你可以从草码变 这边上面点也是一样 从这边也叫 Other 我习惯按右键 New 一个 Other 然后呢 再来你就不用选专案了 以后的话呢 一律呢 都选择那个 PIDV 的 Module OK 这边就要 以后就模组了 这个模组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 VBA 蛮一样 VBA 也是要把程式写在模组里面 如果以前 VBA 是 只要一个 一个模组 然后程式都写在 Sub 或者 Function 写在里面 可是 Python 有点不太一样 它单一支程式 就写一个模组 写一个模组 OK 所以以后如果我们有 不像说 VBA 是一个 Sub 有点像 这个模组比较像 VBA 里面的 Sub 然后专案比较像 VBA 里面的模组 OK 关系大概是这样 或者其他名称都没关系 记得 你 New 一个 Python 的 Module 那这边不要填那个东西 OK 因为我们已经放在 SRC 里面了 所以这边不要 那这边填入 P1 然后 Finish 就可以了 好 然后它会出现这些 它会出现 Template 的 你按 Cancel 就可以了 因为它问你要不要范本 一般是选择不要 Cancel 这边要不要呢 这边也按 Cancel OK 接下来的话 它会跳一个这样的画面 意思就是说 我们将来写程式的地方 就通通在这边 这个空白的地方 实际上就是这个模组 那我要写什么 很简单 我们写第一支层次 A 等于 3 Enter B 等于 5 Enter 其实你就照这个档 有没有 然后我们就多一个 Sum 等于 A 加 B 你 Enter 然后 Print Print 其实可以 你打个 P 哦 Print 都出来 Print 什么呢 Print 上 那请问一下输出结果呢 会是多少 应该很容易了解吧 好 有没有 加钱嘛 那 Print 结果应该是吧 加钱 加钱 结果丢到 SUM 然后 SUM 再把它 Print 出来 OK 执行 执行 执行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不知道结果 你可以 Run Run 看 把程式打在这边 Run 的话特别注意 上面有一个键 你就把它按一下这个 Run OK 执行给各位看 执行 然后会出现说 Run 不 Run OK 把它 Run OK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要不要存档 按 OK 存档好了 那你会发现 它最后的结果 把它 Print 到这里 答案就 8 应该可以 它的程式 其实基本上 以前如果你有学过预约的话 概念都差不多 意思是什么 把 3 放到 A 里面去 所以 A 就是一个变数 里面放什么 放 3 那 B 里面放什么 放 5 就把它放进去 再把 A 加 B 里面的资料 丢到上 Print 出来 结果就 OK 当然第一件事情 可能 写完这个程式 你可以把它存档 不然它直接 Run 它 问你要不要存档 但是你遇到第一个问题是 这个字好像太小 怎么办 我建议各位 你可以记一个快速键 如果你要让字放大 非常简单 你按下 Ctrl 键 再按一下加号 这就放大 然后 Ctrl 减 就缩小 可是跟各位讲 那个加号 不是右边键盘的加号 是上面 按下 Ctrl 键 可以再加等 有没有 加等于那个键 就是放大 减的话呢 就缩小 OK 好 那这样子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再把重点回复一下 一 New 一个什么呢 Other 这边记得选 Pi-Div 的这个 Project 那键好之后呢 会多一个 SRC 请你在 SRC 上关按右键 New 一个 Module 就可以了 那以后写程式 就是 New Module New Module 一直写一直写就OK了 这样的话 我们懒人包 就完成他的任务了 OK 画面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大致上是这样 好 其实也已经比那个 怎么样 VBA 那个 Excel 里面 VBA 来的麻烦很多 不过呢 麻烦只有麻烦一次而已 你做完之后 这个设定 以后呢 就固定了 也就是以后 如果你开启这个 Calibus 那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在 你以后只要记得 按右键 在 SRC 按右键 New Module 就可以写程式了 那 Run 的话呢 就从上面有个执行 Run S 把它 Run 下去 执行 它就会帮你把结果 print 到下方 大体上是这样的 也就是之后的 程式练习 就是照这样的流程 不会有太多 你只要记得位置就好 可以细一下